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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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注册随便聊聊 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 犹太来华文学会自制的Podcast节目 先来聊聊第二季 我是你们这一期的主持人 又是我啦 鲁安 这个是我录制的第二期啦 相信大家应该也很想念我的声音 字幕提供一点点啦 不过今天呢 我直接进入我们主题啦 毕竟我们今天很特别 我们请来四位嘉宾 前所未有应该是最多嘉宾的一期 好像是吧 应该是 然后这一期呢也是讲着一个 非常特别的这个主题啦 就跟大家呢 在一开始看到我们的标题一样 就是情侣双方是否应该AA字呢 然后这个话题其实有点 我觉得在情侣之间啦 都是有点小敏感啦 然后每一对情侣呢 也有就是每一对情侣 就是不同的这种消费观这样子啦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要探讨这种爱情的这种话题 每一次我们是找可能找一男一女来罢了 就是代表这男性的观点 跟女性的观点 但是这一次我们玩一些不同的 就是玩一些心意的东西 就是我们前面有两配情侣 哇这两配情侣都是 据我所知都是在热恋中这样子啦 所以两配情侣呢 刚刚他们开始录制之前呢 也有大概透露一下就是 他们其实是有着不同的这个消费观啦 就是说今天应该是可以聊到一些不错的东西 这样子可能最后会不会聊到吵架 我是不懂啦 但是喜欢是和谐的录完 然后也透露这个就是大众的观点这样 所以我们先请第一配情侣 我们第一配情侣我们有的嘉宾是 每天来做客我们先来聊聊的 Shipping 他就是带着他的女朋友一起来 然后我先让Shipping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啦 哈喽大家好我是Shipping啊 我觉得对我身体感也算熟悉了吧 而且不懂为什么我每次都出现在恋爱主题 我也不懂为什么 那这次反正我就是带来吗 我没有不敢当 这样这次我就带带人回娘家这样子啊 就带我女朋友一起来这样子 啊OK 那你就介绍一下你的女朋友啦 安德斯要不要讲笑话 OK哈喽我是安德斯 OK哈喽安德斯 OK啊Shipping 陈就是带你回娘家这样啦 OK没错 他们也就是我们华文学会的第一配金牌情侣 这样子 OK现在我们要请出我们华文学会的第二配金牌情侣 据我所知他们是呃刚在一起不久啦 现在还是非常热恋中 那么我们有请我们的 Jane 哈喽大家好我是Jane 我呃上过一次Podcast了 不懂大家记不记得我声音啊 然后 OK呃这是我的男朋友 Elvis Chu 哈喽哈喽 Elvis是我们华文学会的 Members对吗 呃不是不是他四之前来一个 Event来当helper 哦OK哇看来参加我们华文学会 哇这样子的话 Shipping跟安德斯也是华文学会认识啦 然后你们也是华文学会的Event认识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华文学会其实蛮有好兆头一下子的咧 看来进来都可以脱胆 我觉得不错不错 顺便来个卖点大家快点加入华文学会啊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脱胆了 OK我们回归回归正题 现在呢其实咧我们现实之中啊 我们现实之中是很多情侣哦 会为了就是钱的方面就是互相抱怨这样啊 一讲到钱就是想感情这样子啦 So归根结底咧其实是因为大家都还是大学生嘛 然后可能就是没有经济独立 然后就是可能消费官啊 就是经济能力上面也是有点不同意这样子啦 So其实有些情侣呢是prefer就是啊 A字这样子 因为A字的话大家都可以负担得起这样子 So大家的话各花各的 然后你买什么我也不会理你 然后我们也不会这样计较 也不会有这种吝啬啊 这种问题出现这样子啦 但是咧 就可能啦有些人会觉得 哦如果是一只A字的话会觉得 呃对感情上面会有点不利这样子啦 然后OK 所以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马上开始就是讨论这个话题啊 所以我先 OK我先我称Shipping跟Agnes是情侣A 然后过后 Jane跟Alway是情侣B啊 OK那么先问一下情侣A 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就是呃热场啦的消费呢是 就是怎样就是你们是怎样开销的呢 就是你们会A字呢还是会采用别的一些方法咧 你们情侣A 你们随要先发言之类的 呃不然我先讲 哇好完全可以让你先讲 哇你 哈哈哈你先Agnes很简单了我第一次来 OK来我们让Agnes很简单 对你第一次来OK So我们就是A字啦 然后就算是一方先付钱过后也会来出二 然后另外一方再赚钱给付钱的一方 但是我们也不是每一次都A字啦 有时候就是互相请客户来这一餐你请了下一餐 呃我请这样子 可是我们就尽量控制再来 不要很像你请的这一餐比较贵 我请的这一餐我就选便宜这样子 可是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出去吃吃来直接除二啦 嗯嗯直接除二 OK我觉得这个没有错 OK那Shipping还有什么要补充啊 还是Agnes讲完了讲过东西了 没有很好OK他完全表达了 你们平时热场的开销方式 OK那么我们来问他 我们询问一下我们的情侣B OK你们觉得呃就是你们 不是你们觉得是你们平时的开销是怎样的 OK这个我来讲啦 OKOK好南方讲 也是类似A这样子的 就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去衡量情侣之间 所谓A我们是简单点就 你请一餐我请我请一餐这样子咯 哦 OK你们就是属于就是呃可能 早餐我请 午餐你请这样子啦 是这样子的方式 嗯啊简单点咯 呃就可能我们 呃一天里面有很多行程就好像 呃早餐等他请你 然后晚上呃看电影就我请这样子咯 就不一定讲啊早餐你请晚上 这样自自自罚啦我們是 嗯吗OK好明白 其实这样子的方式也不错啦 就是你请一餐我请一餐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也不会很像泰国有那种可能纪纫之类的 可能就很像Agnus讲的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有些人会觉得我请这餐是可能比较便宜的 他请这餐就比较贵了这样子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啦 其实如果大方的人拉长不短感觉好像也一样啦 这样子的话最上一题这样子会讲 你们满意你们当下的现况嘛 就是你们觉得你们现在这样子的生活开销方式 你们满意吗 最后先来可能Agnus 情侣A 我觉得是很满意啦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纪又还没有自己赚钱 花的其实都是保满的钱啦 所以我觉得AA这是最好的 加上我认为啦是我的话 如果对方一直在我身上花钱 我反而会觉得很有助胆耶 就来可能出去吃什么都是他还 因为我不希望这个行为啦 他会成为我们未来吵架 他可能威胁到我的把柄 他可能会讲每次出去都是我给钱咯 你现在是要不赏手哦 这样子的东西 嗯嗯嗯嗯对对对 我赞成Agnus这个观点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是 如果他一直都是他还钱的话 然后他到时候有一天他一定会讲 现在是我保养你的咧 你是不是一定要听我讲话 这样然后我就觉得 对对对对 我就很不愤气气死我这样子 OK 嗯不错 Agnus的恋爱观够了 有点想 这个 呃 你觉得你满意吗 当现在的情况还是你不满意 其实你想要Agnus保养你 OK的话就最好了 哇 我觉得 可以的话是最好哦 Agnus 他这样用这个节目来暗示我啦 哈哈哈 我觉得肯定是满意的 因为 啊 最根究竟就是这样子 我们很穷所以 哈哈 哈哈 我们真的很穷 OK 好 那么我们就 OK 这样子的话就 嗯也不知道 两个穷穷的人 也可以过着 幸福美满的生活 其实也不错 也是可以出去 也没有这么大的负担 OK 好 那么我们的情侣A 目前是满意的啦 那么我们的情侣V呢 Jane和Alice 你们满意你们现在 当下的这个状况吗 呃目前为止是满意啦 虽然我们太多时间 也没有到很长 所以没有出现到 有什么问题啦 目前为止来看 因为 我们就讲 呃 我们对钱就还 没有相当计 就可是我们有讲 比如讲哦 呃 Alice人生讲呃 如果他讲他要去看电影的话 他就会先出 呃他就会想出钱 然后如果讲 哦我想吃那一个东西的话 就我出钱 就谁想吃 就谁会出钱 这样子哦 就感觉上 就还好啦 就讲 谁愿就谁给哦 这样也是算 不错啦 我们是觉得 嗯 好OK明白 这样子的话其实也不错啦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 呃 也可以共同 一切是两个方法 就是算是 Anders跟Shipping有这个方法 还是你们有这个方法 其实也可以算是 共同想到 享受到 就是 美好的东西 可以这样讲吗 我好像有点烂 我的理解能力大概是这样子啦 那么Alice的话 你现在满意吗 还是你觉得 还是你跟Shipping一样 其实心里想要包养你这样 啊 这东西不好说 但是 不好说 我觉得要小心 哈哈哈 多多几个月 他就啊 他就讲 哦 可能多个几个月 所以我们就不是几个了 对对对对 哦 不可以这样子了 我们刚刚 现在还是热练棋的时候 啊 对对对 我目前 你讲啊 你讲啊 你讲你讲 我是非常非常满意 现在呢 我都够满意了 蛮爽的 这样子这样子交费方式 嗯 OK好 看来两对情侣 目前还是很满意了 但是以后满不满意呢 我们就不懂啦 不过我们现在马上 进入下一个问题就是呢 我们其实有调查过啦 就是在金钱上面啦 就是 呃 就是调查显示呢 就是男生其实是承受到 比较多的 就是意思就是可能 比较多是 比较多配的情侣 可能他们的消费官是 男生会出比较多钱啦 然后你们认为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是不是 是合理的吧 就是男生 出比较多钱这样子 OK 刚刚没测试从情侣A开始 这样我们从情侣B先开始啦 从Gain跟Always开始 OK 嗯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 但是 总结来说我 我认为是合理的啦 因为自贵来 男生都是需要大方点的嘛 来 还是来 讲讲 思爱 这样东西咯 然后也是有句俗话说什么啊 男朋友的钱是女朋友的钱 女朋友的钱呢 就是 哦 也是他钱 哦 对对对 哦 所以 所以好 不是要求男女平等呢 如果男女平等的话 就没有这种 所谓的男生 应该要出比较多啊 不是 女生也是可以出比较多啊 女生 难道一定要男的爱女的多一点呢 女的也是可以爱男的多一点的吗 如果是照你们这样讲的话 还是你们觉得就是 这是Rose 就是男生出多一点是合理的 嗯 没有啦 就当然公平 公平当然是最好啦 可是很难 因为我们是我们的方式是 没有到非常的 就来五分这样子啊 可能 男生可能出六 等我出四这样子 那当然不 不只上金钱上去付出啊 这样可能是另外一方面啊 这样子去付出 然后可能会 平衡到一点 就可能男生的 给的那个付出出金钱 然后女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这样子哦 嗯明白明白 呃你们这样的讲法 其实我也是有听过 就是我有一批情侣的朋友 他们到时候是 可能男生 如果他们出去约会 比如说他们要吃晚餐 跟看电影 然后可能吃晚餐 他们吃 呃吃比较贵的话 这样子的话 等一下看电影的话 就可能会是 女生紧张啦 所以就是会很像 以前讲的就是可能 男生出六 maybe女生就出四 这样子啦 其实也是一种 很特别的方式 嗯 好了解了解 那么到我们的情侣A啦 情侣A你们对这个问题 有什么看法呢 所以要先来 我就不Cue啦 你们所以想讲就来啦 哎呀这个是男性题目嘛 这样我就讲对不对 就呃以我的价值观来讲的话 我可以我可以理解 而且呃就是 我不会反对其他的情侣 是这样子觉得 只是for我到我本身的话 我可能就没有到很on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这样子因为呃因为我认为 那男性应该承受的是比较多 这个我是认同的 只是我觉得呃承受比较多 不一定是呃金钱 就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很受我 呃老爸老妈的影响 因为呃我我妈是一个很会赚钱的女孩子 女强人 啊女强人 我妈就是女强人 所以所以有时候我认为 男生应该承受比较多的 不是呃 呃可以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这样的责任 不过 尘数比较多也可以是来可能 称为女方心情上的支柱 或者是依靠之类的 这样子 因为呃我觉得现在能赚钱也很会赚钱的女生 真的不在少数有些甚至比男生还会赚钱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呃合理的分担 然后让彼此的生活更轻松的话 我是觉得呃合乐而不为 这样子啦 呀这是我的想法 okok希望有一天 我还是跟你妈妈一样啊 可以作为女强人赚很多钱 我最好是赚比我来工作 ok 那么Angus呢 Angus是什么想法 呃如果以我现在的年纪啊 我现在的角度去看的话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啦 因为就像我前面提到嘛 我们现在花费都是父母辛苦赚来的钱 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一方理所应当 就应该承受比较多啦 可是假设我们看残缘 我觉得担心的社会啊 呃因为我姐姐现在是来 嗯结婚过后 然后生了孩子够带家 就呃她想回到职场 可是就是孩子 到现在这个年纪还是很严塌 我觉得生了孩子 过后的妈妈再回到职场 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假如有一天我结婚了啦 我有我另外一半生了孩子 我觉得多多少少 对我的事业是一定会有影响的 呃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我觉得男性 当然就必须在呃 很多方面都承受的比较多啦 但如果是我们现在的年纪的话 我就觉得 没有一方是理所应当 就应该承受比较多 嗯 OK 所以你们觉得就是呃 不管是 就照Angus这样讲话 可能以后 以后就是可能她已经结婚 生责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生责的时候 就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就 男性就是要负责的比较多 但是在现在目前的 这样状况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觉得就是呃 人会比较好啦 对吗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 还是独立的个体啊 就又不是来独成家庭 还是什么 嗯 ok ok 好了解了解了解 ok那么呢 我跟大家看了一下 我们接下来的第四跟第五题呢 我觉得是可以呃 合起来问一下你们啦 呃就是有些情侣呢 其实他是他们会认为啊 就是嗯 有付出就好 然后因为他们觉得就是 合必就是一定要分清楚 AA字啦 因为他们会觉得就是 如果在恋爱中 你分清楚AA字的话啦 就会让人觉得就是 有一点不近人情啊 就是感觉是哎呀 有些人就觉得我们是情侣耶 怎么要分到这样清楚 这样不是很伤感情耶 就这一点的话你们是讲看呢 来所以先来所以很激动 想要先讲 好像没有人激动 这样我就假装自己很激动 啊我要讲 就是嗯 ok 来 我我觉得啦就呃 不是讲情侣不清理 当然就是讲我们这派的话 我我个人会觉得不AA 对我来讲是 更容易上感情的 因为就是 因为就是会看过一些 比较极端的情侣 他们会把这种东西 拿来当做一个来 向前面提到的来 你爱不爱我证据 这样子就是比如讲拿 请客的面额来比较 或者是拿请客的次数来比较 这样子就是来 对我怎么都是你 怎么都是我一直请你 你没有请我 你就是不爱我这样子 怎么每次都是你请便宜 我请贵 你是不是不爱我 like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我觉得AA的话 就可以比较好的避免这种问题 但当然啦 这个只是否我们吧 其他情侣如果他们是可以很好 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这样我觉得当然是没有问题啦 因为每一对情侣 当然都每一对情侣的相处方式 这个是我 我是很认同这点的 明白明白 但是就是真的哦 我听过很多啊 有些人就会觉得 怎样讲呢 就是他们觉得如果是AA的话 就真的很 感觉很像朋友啊 就是他们觉得朋友才会是 就是算到很清楚啊 很AA啊 很妙这样子啊 就如果他们觉得如果跟 跟他们的另一半是真的是AA 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觉得很不好 我想看他们觉得就 这么样算到这样清楚 不过 我们从情侣A这边听来 其实真的就 因为我们现在 还是大学生嘛 是不是 然后如果我们算清楚一点 其实也没有想啦 这种其实就只是一种 心理上面你自己 这个想法 然后可能你过一步去 这样子罢了 然后其实是这样想的话 其实我还蛮赞成AA的 OK 那么我们下来听听 情侣B 你们觉得怎样呢 情侣B要不要推翻我 刚刚讲的话 Alvis Jane 所以想着要讲 看我了 没有啦 这样我先讲的 我还是 OK你你你 OK 如果我有讲不完 你就补充我爱 OK 就每个每一对情侣 都有自己的恋爱方式啦 我们这一派 我们是认为 在经济上 这样子付出呢 是 是一种 爱的语言 So 是没有很清楚的 分开啦 它只是一种工具 最重要是那份情嘛 So 是没有分太情啦 是没有分太情啦 这样子咯 自己衡量一下 自己衡量一下 有点模棄一下就OK 就好像简单来讲 就 醒目哦 就是要做醒目的人 就是如果他难分情啊 那女朋友要付出 那男朋友 女朋友请 男朋友要付出这样子 这样就可能 不会达到一种境界是 你情的多 我情的少 这种 就可能 大家醒目的话 这样可能这种问题 也是可能 会被避免掉的 这样子啊 OK 好 明白明白明白 那么就是 就好像 你之前讲了 就是我们做人呢 最重要要醒目一点 OK 不会管中话的 就是我们做人要醒目一点啊 就是不要太 不会做人这样子啊 一直要占便宜 这样就不好了 这样子占便宜的话 就有点伤感情了 这样子的话 那么就只会很像 Alice讲的 也很像薛斌讲的 就是 情侣之间的确真的是 有很多不同的相处方法 就真的是看人啊 两个都没有错 只是看你们觉得 哪一方面会更舒服 这样子啦 那么 我们来 去到下一个题目 就是有一些女生啊 这个也是经过调查的 有些女生就会觉得 就是 就是 如果男生 可以为自己买买买买 我要这个你就买给我 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是 愿意掏钱的男生呢 就是 就是代表是 好的这样子啦 但是 然后如果是 不愿意为你掏钱的男人 就是 他不爱你这样子啦 你们 其实支持这个观点啦 但是OK我先讲一下 OK我没 所有的题目啊 我都没有讲过我自己的观点啦 是我讲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啦 其实 就是我看不起这样子的人 我觉得很白金啊 这样子的话 就是 为什么我一定是 掏钱买给你 就是好 就是他爱你耶 我觉得这个是 很谱的东西啦 就是这些 你只是在别人身上 贴金 就是占便宜吧 这是我的想法 我是 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啊 我是 真的很 看不起他们啦 因为我是觉得如果是 解热性的话 OK 南方送你贵的礼物 这样你收 然后 你也是 可能过后 会回馈他还是怎样啦 可是就如果 只是单方面男生一直 你认为就是 男生用金钱在贴你 是代表爱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 很天真的东西啦 这样 我觉得你们之间 没有爱 就只是很像Sugar Dandy 跟 OK 就是Sugar Dandy 跟不懂 妻子的这种关系 这样我会觉得 OK 这是我的想法啦 这样子的话 你们觉得怎样呢 我们从 黑充金开始啦 OK 其实我也是很 同意的想法 就是 男生一直花钱去 就 OK 难听一点就来讲是 包养啦 可是我 也是有一个 因为我们最 配的那个观念是 金钱只是一个工具 最重要是那个爱 然后如果 男方送很贵的礼物的话 老实讲 我是会生气啦 我会丢回去给他啦 就我们可能送礼物 是送小礼物 不是至于到这样 那种啦 就可能也是会开玩笑 讲 你买给我啊 怎么什么 这只是开玩笑啊 然后 以我们的来 以这个题目来讲啊 我是觉得 不掏钱的一定是有问题 不只是男女 不只是男生啊 男女方面都一样 就比如讲 女方就一直用着男方 男方钱也是有问题 男方一直用男 男方一直用女方钱 也是有问题 这样子 你现在GEO 要平等 就互相付出 这样子啊 就觉得我是不赞同 爱情只是为 就是只是用钱来去维持 这样子 可是我也不赞同 男生就是一直 讲讲的就是 就 我觉得 OK 简单来讲就是要付出啦 两方面付出 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明白明白 OK 完全可以理解Jana 这个概念就是 Jana这个概念呢 就是用几个词语 就是你一定要成功 然后你就是要会做人 就对了 OK 那么Alvis有想要补充吗 还是Alvis有别的想法 他觉得 Alvis Alvis下线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在这里 我没有走 我没有别的想法 我是很赞同啦 因为这样子的想法 都其实蛮成熟的 然后根据状况来讲 考虑了这样多因素 的确是一个很好解决方案 所以很不错啦 嗯 OK好 我们谢谢我们的Alvis 他跟他的女朋友 是 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 问他我们的情侣 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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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Ben搞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Dioria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 看很看经济状况 OK我我我我认同就是 如果你爱一个人 肯定是想 会想要把最好的东西 都给他嘛 给他 但是如果你要在现阶段 我们大家都还没有主动收入 就是我们都是拿老爸老妈钱的话 我是觉得真的 大部分 你不要讲那种负责 就是那种大部分人 真的很难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当就论这一点 来验证 你爱不爱我的话 我觉得个人是觉得 我觉得略显胆薄啦 而且我觉得就很容易 养成那种经济依赖的性格 我觉得就不好 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啦 我觉得是有一些比金钱还要值得的东西的 就来比如他 为你付出的心意 为你付出的时间这些 我觉得都不是用金钱这个单位 可以衡量的啦 嗯好明白明白 所以就是 你觉得就是 很多时候就是要衡量爱 其实不一定是需要 用到金钱这样子 如果是真的是很有经济能力的话 的确就是可能 男方也是想要给女方很好的 但是就是如果长时间的依赖的话 就觉得没有他就不行了 这样子就活不下去了 No wonder那些人就会为了 这样子我跳楼 没有啊 这个我开玩笑不了啊 可能他们这个很 很刺激没有 OK那么 Angus 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那个不愿意逃钱的男人 一定有待考察的一点 我是有一点支持啦 因为我觉得 我当然是希望我男朋友 可以到我身上花一点心思 买那种小礼物让我开心 可是前提是要 我希望他买的礼物是我自己的经济能力 也可以负担得起的 就像他买的东西是 我自己花钱我也可以买得到的 那种 而且我觉得 抛钱买的东西不一定要贵的啦 就很像上次我们考试期间的时候 他送我一杯奶桃我都很开心啊 那些 就是头起手号我就可以了 就是一定要贵奶 买啦 OK 要是真的吗 要是真的? 要是真的? 有 我觉得我只是看上他 会不会在我身上花心思的一点啊 嗯 OK 好 我明白 那么我在临时想到一个问题啊 我想要问你们就是 这样子 你们觉得啊 出了金钱啊 就是 有什么东西 可以就是更 表达出来 就是你对他的爱 出了金钱这一方面 因为 金钱可能就是一个很 很现实的东西 但是如果 没有钱这样办 你们觉得有什么是可以就是 更 一些东西 可能你做一些东西是可以更 表达 你的爱的 之类的 你们谁要先来 OK 我觉得shipping很有想法 你问说shipping开始吧 啊 莫名其妙被点名 不过 对 可以可以 我觉得除了金钱的话 我觉得 最会让我感动的就是 他为你改变了什么 嗯 其实因为像我 我很常讲句话就是 两个人在一起之前 都是独立的个体 你独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肯定会有你自己的 有如于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自己的可能 时间观念任何东西啦 都是你自己的 可是当你一个 一个人在一起过后 是两个独立个体的碰撞 这样我觉得啦 你一在一起一拍集合啊 我觉得都是屁坏啊 肯定我觉得真的很少 你少会遇到那种 一在一起就是哇 什么东西都拿到完的那种人 一定会有为彼此 去磨平自己的灵脚 为彼此去磨平自己的性格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 最会让我感动啦 因为我觉得那个比 单单我扭钱 就掏出钱来 来可能来打我脸 或者给我这样子 虽然讲那个也是蛮感动的啦 不过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为对方改变这点啦 就会很让我感动 嗯 OK 那么呢我们呢 刚刚就是听了我们 Shipping的这个精彩的发言过后 我们这次我们不要给 Angus讲先 我们直接跳去情侣比 我们先听男生发言 所以我们从Alvis开始 就是对于就是刚刚 我的那个临时的问题 你有什么看法呢 嗯 我是蛮支持Shipping一点的啦 我是蛮支持Shipping一点的啦 因为我们相处中跟Jun 啊相处中呢 我们发现 我们都蛮 两个不同世界的 啊 心情上啊 还有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 但是就是因为不一样 然后经过那个 呃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产生出来的火花 那种新的相处方式 还有习惯 都属于 都只属于我们两个 所以那个新的方式 那个新的 嗯 相处方式呢 就特别的珍贵咯 所以用那个的衡量的话 绝对会是比金钱 呃 更有价值啦 可以这样子讲 简要补充吗 没有 你讲对 ok我们不要给 我们不要这样停止啦 等一下我们要跳一去Angels 然后我们再让简想 ok 他们两个讲了啊 是要为就是他们想要 就是觉得令命方 其实对自己改变 是很感动的事情嘛 这样子的话 你们等下就不可以重复讲这个了 你们现在给我process process 趁我在讲废话的时候 ok 我接下来的废话就是 听了你们两个在讲 其实呃 我就觉得 就很多人常常会讲啊 就是其实没有天生适合两个人 就是毕竟我们 呃 在不同的家庭生长 然后我们 遇到就是 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吧 就是 遇到的时候肯定是会有 很多的不一样的点啊 然后可能性格上面啊 还是兴趣上面啊 但是如果是 不想包容还是说 不想就是去沟通啊 去改变啊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啊 就是 at least就是啊 他为了你改变 就是至少他是 让你觉得到是 他真的是有在在意你 也为了你就是想要去就是 做出更好的改变这样子啊 就是为了你们两个以后的未来 是不是太远了 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个 不是保护 就是为了牢固你们这个感情 这样子啦 OK 所以现在有跳回来的Agnos 嗨 Agnes 你 到你发言了 我现在来 呃 我觉得 能够让我感觉到他在意我啦 我觉得是他愿意花时间在我身上 就 呃 从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我就懂他其实是很看重 来 呃 工作上面的东西 就很像华文学会啊 我们办的 event啊 不然就是学院上面的东西 所以他其实很长 就是大多数时间他都会很忙 就是来呃 就是做这些事情啊 就是来呃 可是他不管再忙啊 我觉得他就是一天里面至少都会 就是抽出一点时间就是来陪我 就是来陪我 我觉得这一点是 我很感动的啦 嗯 嗯 哎呀 许非快点酷 Agnos快点酷 哇 天啊 好像好像很有意思这样子哦 嗯 感觉 陪伴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也是很浪漫一下子的 嗯 我就我就感受不到这个东西了啦 我不太明白这样子 但是嗯 我觉得这样子的恋爱观其实 也是很好 OK明白明白 那么 现在 阿文姐了 你又有什么想法呢 呃 我一样也是要陪伴哦 因为我们两个叻 虽然是这样 呃 读同俊学校 可是Sendbreak就变了异地链 所以我们就 虽然我们异地链也没有到很远啊 就可以随时找着境界啦 就呃 就好像嗯 有我们来讲就是我可能 这个礼拜是我下去找他 然后下个礼拜是他来找我 就每个礼拜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现在是每个礼拜都有见面啊 就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 呃 就安排那些时间去呃 拍拖这样子啊 而还有就是呃 陪伴不一定讲一定要去shopping啊什么 其实我最喜欢的陪伴呢是 一起看戏 然后在床上吃花生饼啊 所以我觉得这就已经是 吃花生饼啊 只是吃东西啊 okok然后 就只是这样子就 我觉得是很 就很爽啊 因为一样哦 Elvis True也是一个搞event的人 他是 某某club的一个 某某director这样子啊 然后他一样他是 他本身呢是很business的人啊 就是讲business business 什么都上季上季上季 跟我在一起过后 慢慢慢慢他好像越来越 就在我面前他会 一直谈工事这样子 一直讲哦 你怎样啊 你最近怎样啊 兼做什么这样子 then 我当然我也是要 拿时间去陪他 就简单讲也是 互相付出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金钱上 还是陪伴上 还是时间上啊 嗯 okok好 明白明白明白了 你之前讲到这个东西 我也是明白了 如果 那这是我啊 我也是觉得 我是体验不到陪伴这个东西啦 是因为呃 我本身是长期异地恋者 就是呃 我们只能约定好 可能一个月就一次这样 但是我是觉得 嗯 就自己自主自咯 就则是呃 可能 呃 就自己搬带搬带啊 嗯 我懂他 懂他 是 在意我这样子 然后 我也在意他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则是没有很 很平凡 很像圆江伟大 每个礼拜都要去找 阿威江啊 我只能做不到 但是 没有没有他也是有找我 ok 你们太伟大了 每个礼拜这样子 我真是会晕掉啊 不过 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好的 呃 可是可能是我啦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忙的时候 呃 我觉得平时读书的时候 其实真的也是很忙啊 忙的时候就只能是忙自己的东西 可是呃 可能一个月这一次的时候 就会 呃很放松的去拍头这样 反而会对我来讲是 就是 更好的啦 因为我只是觉得如果是有一个 班 一直长期在我旁边的话 我应该什么东西都不用做 啦 应该是 会很什么啦 就是 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这样啦 所以如果对我来讲的话 呃 对我来讲如果 讲是 刚刚那个问题就是有什么 比金钱更 就是可以代替金钱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我是觉得 呃 只要我feel到他 就是在意我 我会比较注重来 他到底就是 可能跟我讲的东西就是 我希望是他很坦诚这样子 我就很过了 对因为我很 我很在感情之中 我很注重坦诚 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告诉我的 或者是 因为可能一第二关系 我就要分享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 很开心了 这样子 我的快乐就很简单 不需要金钱来衡量这样 ok 那么 我们今天呢 就差不多 大概大概到这里了啦 再聊下去 观众应该也是 呃太长啊 他们应该也是不想听啊 那么就让我来做一个 短短短短的总结 就是呃 总结来讲呢 其实每一对情侣呢 也有每一对情侣不同的 连答应方式 没有对也没有错 但是就是 只要你找到你 最舒服的状态就可以了 但是 这样子听就是我们 情侣A跟情侣B 今天的这个谈话之中啊 我们是觉得就是 做人呢一定要好像 不停的 重复讲的就是 你一定要醒猛 你要会做人这样子 那么 呃就够了啊 其实 也没有对没有错这个东西 不管是不是 不管你是选择AA制 还是说呃 你们是一人请一餐 还是说男方完全付出 还是女方完全付出 被包养这种东西 其实也就是 看你们啦 怎样舒服怎样来 OK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差不多到这里啦 那么记得收看我们下一季 或者是到回去看一下我们 之前精彩的一些 podcast内容啦 所以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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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